天克几两颈 一个因荒漠恶趣的而被史诗级血肉的替身 猫草 老各位先看替身面板 破坏率B速度E 射程5 持系列A 精密度E 成长性C 猫草是整个究竟系列中 唯一一个集替身本体 动物和植物于一身的生物 能力方面 猫草可以控制周边的空气 这个周边的范围大概是多大呢 猫草目利所及的范围 也就是说猫草看到的地方 空气都可以为其控制 那为什么射程是零呢 这个射程零指的是 替身离开本体的范围 由于本体不能动 而替身就是本体 所以射程面板也就写成了零 猫草对它能力开发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基础的空气弹攻击之外 还可以直接将空气通过伤口 注入到敌人血管中 当空气到达心脏后 便可对敌方造成致命伤害 另外还可以将空气压缩成环形控制敌人 以及在自己周围利用空气形成一个保护层 再加上空气无色无味特点 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守 往往都让人防不胜防 在提升开发方面 猫草完全可以利用控制空气的特性 将敌人的口鼻封住 或者从敌人口鼻处挂入大量空气 使对方晕厥 包括配合一些地形或者环境上的特点 将空气中的有毒物质打入对方体内等等等等 总之开发胜限极高 但缺点方面也很明显 首先就是猫草不能移动 另外一旦失去阳光 猫草便会陷入沉睡 所以它对环境的依赖其实非常大 猫草诞生是因为那只蓝猫在假死状态下 被活埋进土里的结果 而荒木会做出这么残忍的设定 是因为从小就不喜欢猫 据说荒木在小时候爷爷家 曾经饲养过一只名为乔克的猫 这只猫什么都好就是不理人 尤其是荒木 这样荒木很受伤 于是作为动物质偶 它决定在自己的作品中 报复这只猫 才有了这么残忍的设定 不然这个能力但凡给任何一个人 竟然竟然早死了 当然